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大陸方面對於香港藝人的管制 又再更進一步 在早幾個月以前 已經傳出過一個消息 就是大陸官方要求影視平台 和大陸影視公司合作的時候 訂立了一條新規矩 就是當大陸影視公司 決定要聘請來自香港或台灣藝人的時候 必須確保得到 這些人在十年之內 不會因為政治取向的原因 而遭到大陸方面的封殺 否則有什麼潛在的損失 就是這些影視公司要上身 要作出賠償 故此等同於使得 這些影視公司不再敢大量聘請這些人 因為十年時間實在太長 很難去保證得到什麼 而且政策又朝令夕改 加上大陸官方喜歡封殺哪個藝人 就封殺誰 故此這些公司在聘請港台藝人方面 確保實在可以理解 變相引申了一個效果 就是使得港台藝人在大陸邊緣化 這樣也未止 今天又有媒體消息傳出了 就是說 當大陸的投資公司和香港電影公司 簽訂合約的時候 也要求香港電影公司在合約當中加辣 到底那些條款是怎樣 就是要求所有參與電影製作的台前幕後從業員 在五年之內 不得干犯涉及黃、賭、獨、鼓吹港獨 或者鼓吹台獨的行為 如果因為干犯這些行為 而連累到電影在大陸遭到禁止發行或上映的話 投資方面有權追討損失 故此一旦簽約的時候 就等同於將所有港方的人員 無論是你做主角、配角、KLV 或者是導演、編劇等 總之在參與電影製作的五年之內 就是被綁定了一個超高的道德標準 以及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政治取態 這樣對於電影從業員來說 實在就是霸王條款 若然他去排隊賣六合彩被人拍到 然後大陸借一些衣服去封殺他 豈不是那個從業員就上身了 故此當這類型的規矩不斷出台的時候 其實就是等同於將政策所構成的潛在損失 直接轉嫁到這班電影從業員身上 而客觀效果就是會使到 在中國電影業內僅如的香港和台灣藝人 徹底醇化 因為當這班人要繼續在大陸賺食的時候 他必須確保得到自己要規行舉報 謹言慎行 是絕不能有半點的差池 絕不能發半點異見的聲音 否則都有機會被追討賠償 好了 如果是那班被放棄的港台藝人 就徹底將它邊緣化算數 他找不到食 一是回流 一是轉行 各樣 因為目前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 就是做到大陸的電影業 基本上就是完全仇雲慘霧 一片就是風聲鶴蕾 故此根本上連大陸的從業員都容納不了那麼多 更何況是北上找人民幣那班香港藝人 杜汶澤對於這件事 他就有些回應 他在Facebook說到 說看這些新聞都很尷尬 其實他很替新人抵 經理人公司就猛叫新人收聲 中國夢 結果聲聲就收了 工就沒得開 只是水 消磨到你老了 再沒得做香港藝人 而事實上就是 但是瘋狂壓制創作自由之下 再加上病毒肆虐的關係 中國在這一年 執了13000間影視公司 懷疑兄弟虧了超過50億 博納的高層都跳樓死了 裝什麼 真是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 這些是無知的藍絲才會相信 不知道被你嚇死 知道被你笑死 這就是杜汶澤的回應 這就是杜汶澤的回應 實際上我們首先Fact Check 到底他所舉出的數字 是否是真確蒙 原來是全部都查出來的 首先第一個數據 今年之內有13000間影視公司 原來根據首胡第一製片人的微博上所說 2020年至6月12日為止的數據 原來在中國從事和影視相關的公司當中 有13170家已經註銷或者吊銷了 遠遠超過2019年全年註銷的影視公司數量 即是說這個數字反映到大陸的電影業 是進入了冰河時期 而且根據大陸的著名導演賈張柯 在微博所說 他呼籲大陸政府應該要考慮影院復工復產 因為有些電影企業每天的虧損達到100萬元人民幣 而且還有100萬個電影院的從業員需要生存 說得非常淒慘 另外第二個數據 就說華爾兄弟虧了超過50億 到底這是堅定流呢? 我們可以看看數據 華爾兄弟在2018年開始出現虧損 那年他們虧損了10.93億元 在去年的虧損進一步擴大 虧損到39.6億元 故此兩年加起來的虧損 就是超過50億 因為去到50億5300多萬 所以杜汶澤這番說法 是有事實根據可以確認得到 至於博納副總裁做了空中飛人 又是有新聞報道過的 博納影業副總裁王毅 在今年6月10日的凌晨時間 在北京市油塘購物中心飛了下來 故此杜汶澤這篇 基本上那些事實根據 全部都是真確的 至於他的評論又如何呢? 他就說大陸那方面叫你聲音就收了 但工就沒得開 這句話其實也是對於現時情況的客觀描述 因為現在北京才剛好爆發第二波的武肺疫情 故此到底電影院幾時能夠重新開業都成問題 其實在3月的時候曾經短暫開過一段時間 後來就發現得到 還是不應當 這個武肺似乎還未完成 故此草草收場 開了一個星期後馬上又全線結束營業 好了 現在這樣的情況 就算他再開 也未必有大陸人敢入場 更何況就是 大陸政府根本上做甚麼都要重研 免得那些事爆到周圍都是 他的醫療系統頂不順 故此現在索性又不再開了 那就不知何時了 無料期等待了 一個就是電影院不開 第二個就是 根本上電影、劇集、網劇諸如此類 全部他都不拍 因為方主這麼多人湧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大陸那些拍電影、拍劇集 也有幾百人 整個影城去搞 一旦出現了超級傳播者的時候 就等同於東西到處都是 所以到現在為止 又不拍又不放影 總之 每個人都吃谷總是 大家看到羅家良的警方就知道了 曾經歸為無線電視大台的三界影帝 現在淪落到要在大陸的抖音那樹 和其他廣東網紅坐在一起 就是對著鏡頭向網民銷售東西 叫人買東西 喂 你這個成何體統呢 是不是 就是自貶身價 這些 喂 如果他繼續在香港工作的時候 基本上大台一定都會眷顧他 繼續給角色做的 沒理由會將他雪藏 是不是 照計他又沒有說什麼政治的言論 但是 這個大台又出不起那麼多錢 是不是 所以他已經回到大陸 混了好一段時間 但是 當碰上武廢寒冬的時候 由於他又不是頂級的一線藝人 而且他的年齡又回不上 又不是好像陳偉廷那些年輕的 的士診 所以就要淪落到在抖音那樹直播 另外 華爾兄弟的創辦人之一 黃宗君 近期也陸續沽售在香港的豪宅單位 最近他才賣了位於中半山豪宅 富惠豪亭的高層商連戶 以兩億兩千萬元出售 到底為什麼要這麼急賣樓呢 據問 就是要用來賣樓救公司 黃宗君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就說 為了公司的安全 他什麼都可以賣 他之前已經出售過的名畫 來套現救公司 現在又出售豪宅 估計都是用來救他的華爾兄弟 因為根據大陸的統計數據所說 其實華爾兄弟 目前來說也挺危險的 因為根據大陸的數據顯示 原來華爾兄弟在4月29日一日之內 他認為為他的子公司擔保了54億元人民幣 應該是用作一般營運的資金 54億對於這家公司來說算是很多 而且華爾兄弟的創辦人黃氏兄弟 已經把九成以上的股份抵押了出去 當然有錢也可以屬 如果沒有錢又怎樣呢 反正這一系列的數據都反映得到 大陸的影視行業就是岌岌可危 所以難怪較早前 鄭家穎回到大台那裡做主角 而且又回來香港拍王百明的港產片 原來好漢不怕吃回頭草 最重要是吃得早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